好,今天是2018年的4月22号星期日 然后本来今天没想录视频的 然后咱们有一位这个网友给留言了 然后挺难得的 因为留言的人本来也不多 然后像他这个这么认真的 这么大段的给留言 我们感觉挺感动的 也挺感动的 反正他挺认真的 真的写了这么多 那我就简单的给他这个回应一下 说实话我这人比较值 他这个留言其实说实在 如果留言人多我真的就不想回应 因为太浅了 就是说真的就是第一层 就是我经常说呢 郭文贵说的或者谁说的吧 可能是一加一 然后呢我呢连二加二我都不想说 我想说八加八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这个基本上就还在一加一二加二的那个 这个阶段上 我呢我不知道他是没有看我的视频 还是没看懂我的视频 我说的基本上都是八加八九加九 但是呢很难得人家回复了说一两个 首先呢名字吴亦言 接着跟莫言那个差不多 一看就要笔名 就是一个字都不想说 但是呢我 当然我这么说可能不好啊 但是一般你知道叫文静的 都不文静 就比较 对说无一言的呢 其实就是比较想说话的 是吧 就是话比较多 你知道 这个胳膊上闻着忍 这边闻着让的 这人脾气肯定很暴躁 你知道吗 这个必然是如此 然后呢咱们就按他这个吧 逐字逐句的说啊 我先把他这个回复念一遍啊 他说啊 郭有很多错误和谎言 但郭所做 他这个郭指的是郭文贵 但郭所做的是1949年以来 没有前人能做到的 郭所揭露的 只要有10%是真实的 则够得上当今最邪恶的统治了 这个呢 我咱们我也不会怎么打在视频上 如果有网友看到这一段呢 你可以看他这个留言是 搁在我前面那个 就是这个 我是那段视频 就是简单梳理郭文贵先生 那个事件的那段视频 大家应该在我的这个频道能看到 这下面有他的留言 大家想看了也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就说啊 从第一句他说 他说郭有很多错误和谎言 这他说郭文贵 他意思郭文贵有很多错误和谎言 我觉得这个话他要慎说 这个话首先要慎说 如果你觉得郭文贵有错误和谎言 你一定要说出来是什么 你不能这个大帽子给人家扣上 而且还用很多 这个非常的不负责任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还是 你说他有错误和谎言 一定要指出来 而且你说哪一点就哪一点 不要用很多错误和谎言 这个大帽子给人家 我觉得这很不好 然后他说 但是呢 但是呢 郭所做的 就郭文贵所做的是 1949年以来 没有前人能做的 郭所揭露的 只要有10%是真实的 所以够得上 当今最邪恶的统治了 首先这一句 他说郭所做的 1949年以来 没有前人所做到的 这个我承认 在郭文贵 就是说可以说 1949年以来 没有一个人 就是说挺身而出 以一届草民的身份 郭文贵因为他没有官职嘛 他就只能算是一届平民 一届平民的身份 对抗整个中共这个机器 这个真的是很难得 这个我承认 但他后面他说呢 他说郭所揭露的 只要有10%是真实的 则够得上 当今最邪恶的统治了 我觉得这个 这活八道 别说10%真实 100%真实 也肯定不是 当今最邪恶的统治 中共绝对 这个你要说 当今最邪恶的统治 中共呢挨不上边 那IS 那个北朝鲜的金城恩 那个伊沙克 埃塞俄比亚 非洲有一些小国家 那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中共最起码 我觉得比起他们 还是强很多的 就郭文贵说的 全都是真的 中共也绝对不是 当今最邪恶的统治 就是就 你这个国家 你就咱旁边 就北朝鲜 一个就把中共 就说的 就比的就没边 那北朝鲜就像什么样了 那北朝鲜 北朝鲜那个士兵 往南朝鲜跑的 肚子里都没有粮食 三十几厘米的回虫 你稍微看看新闻 你就知道 北朝鲜比中国 糟糕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看看北朝鲜 你应该感恩共产党 是吧 感谢习习 还当今最邪恶的统治 我觉得还是要那个中立客观 是不是 中共有问题 我们说他的问题 你大帽的给人扣 这个我特别的不喜欢 知道吗 怎么就 咱不说这个 他让他后面接着说 他让我们一般的普通人 根本无法判断 他说的是否真实 但我们普通人 通过现实的人生感官 能够感知他的真实性 你想说什么 你说 没有 没有想说什么 他说我们普通人 无法判断 他说的是否真实 对 没错 我也承认 就是说郭文贵说的 真的假的 咱们是证明不了 但是他说人生感官 能感受他真实性 这还 这种说吗 89年反的是什么 对不对 不就是89年 就开始反贪官 反孤立 就因为他们 就是说批各种条子 拿各种钱 从64 89年64 就30年了 没有30年 到明年是30年 今年是29年 是不是 这马上6月算就可以 64就是29年纪念日了 这29年前 大家就在反这个 中共的官员 贪污腐败 养情人 包二奶 这种说吗 这种郭文贵说吗 这个谁不知道 我就说一加一等 等于二的话 需要郭文贵告诉我们 必须得郭文贵告诉我们 跟你说 中共的官员贪污 你说 真的 我的天 郭文贵不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 这什么 这都不是哪和哪 然后还有什么 从已经揭露出来的 贪官 贪权 贪钱 贪女人 大量的私生子 都可以推理 现任的官员 为什么就不是这样呢 不是 郭文贵报的 都是现任官员 用不着推理 现任官员 郭文贵报的 王岐山 黄燕 傅 傅振华 这哪个 傅振华 现在他是 上一届是 公安部的副部长 这届去了 司法部当部长 这现任的司法部部长 王岐山 现任的国家主席 这推什么 我不明白 他从哪推哪 这逻辑 完全不挨着 什么叫推理 现任的官员 郭文贵报的全都是现任官员 这还用推理吗 对不对 你要是相信郭文贵说的 现任官员都是 为什么就不这样 因为郭索揭露大方向是正确的 郭索揭露的不是大方向正确 小方向正确 郭索揭露的都是正确的 我跟你说 不认郭 就是随便一个人 你往这一摘 就中共那些官员 沾你牌 你随便一指 王岐山 李岐山 左岐山 右岐山 你随便指一个 你说他贪污 他肯定贪污了 他不认郭文贵说 我说就行 你随便给我说一个官员 我指他 我敢说他贪污 他不说几千万 最起码他打敌 这报销费 他贪污了吧 他可能出去 小贪污 就你出去打个车 可能20块钱 你报30 你都贪污了10块钱 你要以10块钱 就贪污来算 中共那官员 我指谁 就指随便指一个 这种说吗 我就不明白 一加一二加二 还得让我来回复 算了 咱们说 不激动 大方向 是有现实生活基础的 对他 这说对了 说的很对 是有现实生活基础的 那么对一个现有的政权 为什么不查处 我的视频 我已经说了 这能查处 这没法查处 我查处完了之后 到官员任命 由谁说了算 那不等于你官员会 说了算了吗 我的官员都贪污 对不对 你官员会不喜欢谁 你就说谁贪污 我查谁 那以后 我还怎么选拔官员 对不对 你官员会来当官员主席 不完了吗 你说谁想下去 你就抱谁道 谁就下去了 那当然不查处了 从江泽民时代 8964开始 江泽民就开始 就是说 闷声发大财 什么意思 就让所有的官员都贪污 贪污变成了 你想当官的一个生死状 就说以后 我再查官员 我不以政治为理 我以你贪污 我以你贪污腐败为理由 我看你不顺眼了 我就说你贪污 然后把你罢了 老百姓还很高兴 但是实际上 我罢你是因为贪污 我不是因为你贪污 因为你不是我的人 你站错队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按贪污去查处 从89年64 就 为什么镇压学生 就是因为贪污 我不想查处他 对不对 89年64不就是贪污 那你就查 我不64杀了那么多人 我为什么 不就是不要查贪污吗 这人 他是什么 他是89年之前 就到美国了 是吗 他怎么 我觉得一点 20多年的一点常识都没有 为什么不查处 89都不查处 29年不查处了 你现在才发现不查处 是吗 到郭文贵的时候 你才发现不查处 好 咱们接着往下看 你想过吗 我想过 我29年前就想过了 是不是 我们普通百姓 作何感想 89杀了那么多人 你作何感想 你现在才说这个话 作何感想 我们一生的苦苦挣扎 而那些窃国大道 却可以堂而皇之地 公然将银行里的钱 转移到私人账户里 而安言无恙 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你想过吗 你去查查邓普方 当年贪污了多少钱 对不对 8964邓普方贪污了多少钱 对不对 29年了 你现在才说这种话 是吗 我就说 这都是已经29年前的 一加一 二加二了 你知道吗 你现在都什么年 都 我真的 我不知道 吴先生是怎么想的 我想 问我想过吗 我29年前就想过了 好吗 还有很多很多 而且这种事情 还在持续的进行 因此郭揭露的 只要这个海航是真的 他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 一份子 就是中华优秀儿女 中国是指引了海航吗 吴小辉的安邦 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 就你马云的淘宝 你能说的清楚吗 对不对 光是一个海航 中国现在就是说 这企业过十亿人民币的 哪一个拿出来 没有 上面没有人罩着 就我讲话的 没有个天兵天将罩着 你敢出来作死 是吧 你就我天天我也讲西游记 他我无计我讲的事情 他是听不懂 还是没听啊 我讲西游记 就是这孙悟空 这个反 这个去去去去去打 打了一个腰 上不来了 就就来天不天亮 哎呀 别杀他 这是我们的人 就他接走了 是不是 你现在中国的企业 过十亿的 我说也是在 你上面没人罩着 你就死了 你的钱就被人盯上了 你知道吧 你上面一定要有人罩着才行 就中国的企业 怎么会是一个海航 你就你就闭着眼 真的你闭着眼 你什么都不用你闭着眼 你就看这中国企业 只要资产过十亿 上面肯定有人 不用说 必然有人罩着 这还用郭文贵来揭露 是吗 你郭文贵没出来之前 你不知道 是 哎呀 一说我就激动 我看他这 我没法不激动 他这个太太浅了 太 实在是太太肤浅了 这个实在是没人回复 我这个 最近不知道说什么 你知道吗 那这我也录一段吧 我希望我吴先生能满意 吴先生估计满意 不了 吴先生听完太气死了 吴先生吓了 哥评论 接着骂我 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老公要是看一个视频 他会非常仔细的看 然后他分析的话是细读 他是细读 每一句话或者是每一个视频认真看了之后 根据那个视频的每一句话 或者是每一点发自己的感想 他没有泛泛而谈 他如果针对你看到某一个视频 哪一点不对了 你是针对那个点 而不是说整个视频 不要透帽子 对 不是说整个视频 整个人的观点 如果你说我不对 你可以说哪一句不对 哪一点不对 对 你不能说整体没有一句是对的 或者是整体我这个讲的就不懂 要么你没有仔细听我讲话 要么你就是没听懂我讲话 对 如果要是观点不一致 你可以说哪一点觉得不一样 一般就是像文学的话 文本系读 这种就是 就像这种事 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抠你 你哪句是对的 你说的对 我承认你 你像这个 郭所做的1944年 没人能做到 这个我承认 这你说是对的 你这里边对的 我必然承认你 你说的哪个有问题 我会告诉你 对吧 郭有很多错误和谤调 我说这个话 你不要轻易说 不要给人扣帽子 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抠你 你要说我哪个不对 你也是你点出来 我哪一句说的不对 我还是我哪一个字 说的不对 你给我说出来 你说出来 我必然能回应你 对不对 你不要 还有他郭 他觉得他第一句话 就是郭有很多错误和谤言 也是 你就指出来 你说郭有哪个错误 哪一句 哪一个字 是郭文贵说的错误 还是谤言 你不要给人 郭文贵扣帽子 不要随便扣帽子 你说出来 郭文贵必然能回应你 对 就是一个态度的严谨 或者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吧 可能有的人他经过训练 或者是天生的 或者自己看书多了 他就会形成一个严谨 严密的思维模式和思考方式 如果要是没有这种 特别严谨的想法的话 这么泛泛的谈 没什么意思 对 我们这视频还发吗 发吧 发吧 因为也不是什么 人身攻击什么之类 只是交流一下 而且你说什么吧 我就事论事 我也不针对你这个人 咱就按你发的这个评论 我一个字一个字的 我给你抠 抠你这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你只要不泛泛的说 你敢真实 一个字一个字详细的说 我就能一个字一个字 给你抠东西出来 就是我们讲话的一个方式 或者我们思考问题的 一种方式而已 好吧 那吴先生有什么不满意 在下面可以 再接着沟通交流一下 好吧